找这儿车自己坐的 现在中午马上12点钟了 学生大军已经放学了 我们刚刚起床 然后找个地方买点菜 今天就不做饭了 今天买点县城的 然后找个地方给电车充电 因为这个电车 我们已经十来天没有充电了 可能每天我们跑的路程比较短 但是今天必须得把它给喂饱 先把我们的小吃放在这 我们去农贸市场转转 看有没有卖烤鸭的 我们买只烤鸭吃 好久没吃过烤鸭了 还要卖饼 这个饼怎么办 哪个 这种 4块5 我来一点 换钱的 买了5块钱的大饼 不知道好不好吃 之前也没吃过 好像没有卖那种烤鸭的 这是不是可以啊 半只卖吧 这个卖半只 这个不卖半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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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只多少钱 23 那给我来一只吧 这个还热乎吧 热的 我们就不买菜了 有这个大饼 然后配上土鸭一吃 基本上就可以了 那我给你剁了 给我剁了 那是直播还是视频 拍个小视频 烤鸭和大饼 我们都买到了 然后找个地方把饭吃了 正好找个地方能充电 家吃饭 Let's go 这边有个充电站 我看刚刚正好也有个小电车进去了 哎呀 就这里好多充电了 嗯 在这里 マイク 嗲 Player 可以 我 咱 就 食 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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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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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已经冲上了,我们现在开始吃饭 洗一个青椒,配合在这个铺 我把这个洋葱也洗一下 再搞两瓣搭蒜 把菜在那边自来水洗了一下 一口烤鸭一口饭 再来一口洋葱 你这东西充电能够多少公里啊 也就一百公里 就一百公里,最多一百公里啊 电瓶小了 对,电瓶小了,而且电瓶用两年了,该换了 你自己做的啊 小事自己做的啊 买了 买的啊 买二手的 这个烤鸭就有一个缺点,就是上面毛太多了 把毛给弄干净就好了 一般烤鸭最好吃的就是鸭皮,但是鸭皮啊,如果它有很多毛 就感觉下不去嘴 这个鸭皮 这个鸭皮都软了,但是烤的那种脆脆的 就比较好吃 这个大饼很有嚼劲 很结实 很厚实 这晚也吃上两口就非常顶饿 一会儿吃完饭 冲着电 那边正好有个自来水管,我们可以去那边洗一下衣服 把最近换洗的衣服,还有洗澡的换洗的衣服都给洗了 很长时间没洗衣服了 吃的好饱 这个饼还剩了一块,这个可以留着 留着当面包吃 今天正好在这儿充电 刚才把这个西瓜切开 切开然后吃一半 这个西瓜再不吃就要坏了 那哈的那个 来 给你西瓜吃 不吃不吃 来啊 那哈的 我呢 你来这上班 可以 来啊 给你个行 这西瓜不咋地 说实话不咋地 怪不得打字 好货不便宜,便宜没好货 这瓜粮感觉都糠了 我为什么要买这个西瓜 其实意思是因为我很长时间没吃水果了 最近有点上货 正好啊,他赶上这个西瓜打折 我才买 平时这个西瓜好像是五六块钱一斤 现在才两块多 所以我就买了 感觉这个西瓜应该放了挺长时间了 咱们不是贪便宜吗 所以叫什么 贪便宜吃大亏 但没办法 只能吃点打折水果 那些其他的那些水果 那么橘子啦 肠子啦 那些都五六块钱 已经 所以只能吃点那种 打折的水果 看我最近鼻子都红了 我和脸啊 长了很多疙瘩 因为最近 上火 吃个便宜的水果 也可以 不错 还剩那一半 然后明天吃 明天必须得给它吃掉 为什么呢 因为过了明天之后 这个西瓜肯定百分之百就不能吃了 那两个 那两个卖西瓜的 跟我说这个西瓜多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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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才买的 老是向我推销 本来我是没打算买的西瓜的 结果我一看他们那么卖力的推销 我一看算了 那就买一个吧 结果上了他们的当 也不怪别人 只怪自己贪图小便宜 把这个垃圾给它扔掉 扔到垃圾桶里面 这边有个自来水果 我们在这里把衣服洗一下 幸亏我买了一个桶 这个桶是非常的奥利给 还有一个塑料桶 那个塑料桶 用了就用了两次就烂了 在两元商店买的 花了好像是8块钱买的 这一个铁桶这是不锈钢的 这个不锈钢的20块钱 平时洗澡了 干什么都用它 也比较方便 还记得以前在工厂打螺丝的时候 那时候必备一个桶 人手必备 为什么都要买一个桶 因为那个桶啊 它可以用来 洗衣服 也可以用来洗澡 还可以用来打水 还可以用来装东西 最主要的事 比如说你不干了 要离职了怎么样 就可以提的桶 然后把东西都装在桶里面 这样也比较好拿 好了 晾得行了 现在电充好了 我们把这个充电枪给它拔下来了 然后给它插上 一定要给它恢复到原位 今天晚上又舒服了 又找到了一个非常棒的露营地 就是我们今天充电的这个地方 现在这里面已经没有人了 该下班的都下班 该回去的都回去 就是我一个人了 这里 你看这后面我今天是在这里洗的衣服 有个自来水管 然后 那边有厕所 然后这边有充电站 今天就不走了 就打算在这个充电站露营 过一晚 然后最主要的这个地方还有什么 还有我们最爱的无线网 又可以免费上网了 今天洗的衣服 还没有干 走的时候 差不多就干了 现在的风还是蛮大的 看我后面那个棚子 棚子那个网 今天就在这个角落里面 这样是比较安静的 而且这个地方 我刚才测试了一下 无线网的信号是非常强的 满格 而且网速非常快 看直播干什么的 都是非常快的 所以就选这个位置 旁边就是自来水 按洗帘洗脚洗头 甚至洗澡 都是 没有任何问题的 这边还有一个 家常版的 越野车 你看一下 看一下这辆越野车 越过从车头到车尾 大概有十几米长的一个 里面 说句 夸张的话 可以做一个 游泳池 都是没问题的 在里面游个泳 从这头游到那头 在公路上 前面过个司机 开着车 那我在里面 坐的游个泳 那是相当的爽 相当的 Hollygate 是